这个男人虽已不在江湖 但江湖上却一直流传着他的传说 每隔一段时间就传出他要付出的消息 时间转眼过了五年 靠着在好友直播间狂刷礼物 卢本伟再一次回到了公众视野 粉丝欣喜若狂 以为苦尽甘来 但点开直播间时发现 却仍旧是永久风景 在五年前税务问题还不突出的年代 卢本伟到底做了什么 才能引得全网封杀 明明五年封杀期限已满 为何现在还不能解封了 卢本伟出生于中国香港 所以说起话来自带港式枪调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所以从14岁开始 卢本伟就以辍学外出打工 过早的理教 让这个小小少年开始沉迷网络 也就是在此时 才有了和英雄联盟的不解之缘 S1赛季时期 卢本伟便靠着刺客型中单 在美孚大杀四方 成为了第一个打击美孚天梯榜前世的中国人 因为这过人的实力 卢本伟很快就被职业战队挖掘 2011年 18岁的卢本伟 成为了中国CCM战队的一员 初出茅庐的他 一举夺下了TGA成都赛区的冠军 随后又取得了全国总决赛的冠军 两年后 卢本伟转战罗友皇族战队 并带领皇族 登上了2013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而这场比赛的冠军 将从韩国第一天才中单李向赫 所带领的SKT战队 和卢本伟所带领的皇族战队中产生 在之前的几场比赛中 SKT战队势如破竹一路碾压 小将李向赫也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 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无论是意识还是操作 总能调达对面的中单 而众所周知的是 卢本伟也是玩的一手出神入化的中单小人鱼 在被问到和李向赫的实力对比时 卢本伟轻松打到 五五开吧 我也经常单杀他 但让人们没想到的是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李向赫的SKT以3比0的比分 取得了碾压性胜利 单纯从中单来说 卢本伟也被李向赫按在地上摸仓 在前口出狂言的五五开 也成为了网友的笑语 自那以后五五开 便成为了卢本伟的另一个名字 不堪授辱之下 卢本伟默默选择了退役 一旦亚军中单 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可不料退役后的他 却缔造了另一端不一样的传奇 从首个打击美孚天梯棒前世的中国人 再到被全网嘲笑奚落的五五开 卢本伟的人生 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 从巅峰跌倒了低谷 那么他到底走错了哪一步 2015年 那正是直播兴起的年代 卢本伟拿着女朋友父母给的钱 买了人生第一套直播设备 前职业选手的身份 加上骚话连篇的直播风格 让卢本伟很快在直播界混得风生水起 甚至坐上了某一鸽的位置 在他最后的那段时间里 他的收入甚至可以和同时期的周杰伦相批谈 虽然是英雄联盟职业出生 但当吃鸡游戏火遍全往时 卢本伟也毫不犹豫地跟上潮流 为了能在互联网上出风头 很多主播都会以击杀次数作为学的 正在大家苦练游戏技术 精神高度紧绷的时期 卢本伟平地一声响 高调晒出了自己的二十九伤 引得侧目非议后 卢本伟并没有加以收敛 他高调扬言 谁能找出外挂给他五百万 就算大家无意针对卢本伟 也抵制不了五百万的诱惑 很快一位名为松鼠打不过仓鼠打不住 上传了所谓的真相 一时之间卢本伟开挂成了全网热议的焦点 大量不明真相的水军对其展开谩骂 其实事到如今 仍有很多网友对卢本伟开挂一事存佣 现有的证据也并不能将卢本伟彻底捶死 可卢本伟到底是如何被封杀的呢 说到底还是他自己太沉不住气了 自从被UP主举报开挂以后 卢本伟和他的粉丝 直接就开启了暴走模式 在卢本伟的带领之下 粉丝对该UP主群起而攻之 卢本伟甚至索要了UP主的家庭地址 杨因将其告上法庭 B站出面表示 会维护自己UP主的利益 狗鸡跳墙的卢本伟便开始乱咬 一边澄清自己没有开挂 一边责备斗鱼平台 不维护自己的主播 在卢本伟的煽风点火之下 两个个体之间的矛盾 也升起成为了两个平台之间的竞争 平台的粉丝也都加入其中 彻底将事件绞成了以国粥 明明五年时间已到 为什么再次复播的卢本伟 却还是被官方发出四字警告 前不久 在卢本伟封杀五年期满时 消失已久的卢本伟 突然现身在了UZI的直播间 狂刷礼物成为了榜一大哥 而UZI看到卢本伟 也是十分惊讶 连忙就拨通了微信语音 随后当卢本伟的声音暴露在直播间里时 整个直播间都陷了狂欢 而卢本伟也不负重 在新的平台上 他开心的通知大家直播时间 可就在粉丝们翘首以判时 没想到官方直接给出四字提示 永久封计 不少粉丝知道这件事以后 纷纷替卢本伟喊冤 说当年事件是官方冤枉了的 卢本伟根本就没有开挂 还有粉丝说 就算卢本伟真的开挂了 也不该受到这么重的处罚 那么卢本伟到底冤不冤了 其实当年的那场事件 若不是卢本伟反应过激 恐怕结果也不会这么惨烈 那时候卢本伟已经被拦动公司封了小号 似乎已逃脱不了开挂的嫌疑 不过卢本伟却在微博上澄清 是朋友用小号给他掩饰外挂 才导致小号被封 如果自己的大号真的有问题 那为什么不直接发给蓝董公司 让其封掉自己的大号 现在有那么多人说他开挂 为何他的账号迟迟未封 此事虽然卢本伟的名声已败途底 但终究没人能够证明 卢本伟的电脑里确实有挂 而且他还有那么一群死忠粉 所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卢本伟的直播仍没有暂停 可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玩火自焚 在后来的一次线下粉丝见面会中 卢本伟选出了几名狂恶粉丝 询问他们对开挂事件的想法 几名粉丝纷纷口出若言 陆队说卢哥开挂的人 什么被98k爆头 什么全家死绝了 诸如此类不堪若耳的话 听到这番话以后 现场高潮叠起 时时传来掌声 甚至在背景之上还挂满了横幅 聚聚地把卢本伟捧上神坛 宛容一个大型传销现场 卢本伟一心只顾着解气 还把全程录了下来 视频留到网上以后 立马就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此时最终成为了 压垮卢本伟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后便是长达五年的封号 那么大家觉得 卢本伟背风到底冤不冤呢